你说我自己不知道 你考虑好你自己吧 你就放心吧 你俩好就好 那时候我送你过去 我也去那边看看情况 千万别啊 好不容易自由一会儿 你千万别跟着我 不是 什么意思 都要个人空间是吗 那我走 行吗 乐乐 你到那边要照顾好自己 注意安全 好好学习 我们呢 就在这边 给你加油打气 知道了 我这俩现在一模一样真的是 嫌弃你啊 好 干杯 来 干杯 那我先回去了啊 去吧 那我到底要不要去那个玩意 要不我别去了 去吧 虽然你去不去 对别人来说无所谓 但是你不去的话 你就失去了一次 拓展人败的机会 对吧 而且你有博了崔玉山的面子 所以花展晚宴哪个重要 不是在选择 花展和晚宴哪个重要 重要的是你 我没事 我有的是时间等你补偿我 快去吧 嗯 那我走了 我来说 妈 你怎么 都没打成招呼就过来了 要不是我今天 我今天遇上 你准备忙我到什么时候啊 我 本来是 你闭嘴 阿姨 你说 我是真的挺喜欢周房的 我们两个想好好在一起 你想都没想 我要回家 你送我 这都你损责了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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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怕 别怕 好 我送妈妈去 再来等我 好 阿姨啊 您要是有什么问题 有什么事的话 您直接问我就行 这说吧 你是真的喜欢我们家周房啊 我是真的喜欢你们家周房阿姨 你了解我女儿吗 肯定是没您了解 但我也是一直在一个了解的过程中 你们相处这段时间其实就是一个互相了解的过程 了解多了之后 发现我更喜欢她了 阿姨 我知道您担心什么 您怕周房跟我在一起感情上受伤害对吧 你也别怪我 你也别怪我 我防止你 现在的年轻人太浮躁 分分可合的 跟过家就像 动不动找第三者 道德底线太低 自我约束能力太差 人啊得有点责任感 你说要不然的话 跟动物有什么区别啊 我真不知道你们年轻人 现在成天在想些什么 光想的喜欢 谈恋爱 就没想过婚姻 谈恋爱 当然想过结婚阿姨 你要想的话 就得将心比心 想要在一起的话 那就得真心换真心 那些不冤状气的事情 可不能弄 嗯 阿姨说得对 阿姨我对周房 是真心的 我也经历这么多了 别看了这么多了 碰到周房 这么真的表里如一的人 真的是知事故 不是故的人 很难得 我非常非常珍惜 我也非常喜欢她 我希望能跟她 长久地走下去 而夏姨你真的不用担心 周房之前经历那么多 但是我只是在这种事上 我是不可能 我也舍不得 让她再受伤害了阿姨 那你跟我说说 那些什么 你的什么前女友 未婚妻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情啊 哪里有未婚妻啊 网上面写的 说你有什么绯闻女友啊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阿姨网上的这些消息吧 这是看都别看 那些记者拍了一些照片 给你胡写一通 什么都敢讲 乱写一些标题 很隐晦地要表达一些事 但又说不出来 任何实质性的东西 都是假的阿姨 这些东西是真的是 挺讨厌的 那我现在也是听你在这儿说 不 你拿什么来证明呢 阿姨 您说让我证明 我好像还真没什么 能证明的 这种事我怎么证明啊 那我只能是说 我用以后的时间 我去证明 我是真心爱周芳 我是真心喜欢周芳 阿姨 您放心吧 我一定会保护好周芳 保护好你女儿的 来 阿姨 那您 早点休息啊 降温了 穿这么少别感冒了 别长着自己年轻 过几年你就会后悔的 知道了 阿姨 拜拜 我把你妈送回去了 放心吧 我妈说什么了 难为你了吗 没为难我 就在路上聊聊天挺好的 没逼你分手啊 没有 她同意了吗难道 应该是吧 我们聊得挺开心的 凡家 行了 你等待休息吧 我一会儿就到家了 到家告诉你啊 行 拜拜 我不会儿 你不跟着我 你不认识 我不要 我以为你 你不知 你不认识 你不认识